過完年之後一直到3月20號 整個系統上線其實時間不長 就一個多月 那個時候的壓力是在於說 今天的問題還沒解決 明天的問題又要持續的來跟進 我看來就說你不要回來好了 整個腦袋裡面就在開始想說 我明天跟內政不要講什麼 跟衛福不要講什麼 我的同仁跟我的廠商 其實被我壓榨的晚上的一兩點 三星半夜把他們挖出來 因為我們資料比對的過程當中 遇到的問題 他們加班完之後的進度 都會立刻告訴我說 包括副作用做完什麼什麼 叮咚 好之後呢就應該沒睡覺了 那早上呼呼呼 二二的時候 明天蠻牛開來就繼續 啊早上來繼續開會 所有的朋友都跟我講說 這一次發錢讓他們最無感 最沒有控的感覺 最主要的原因是 他們用他們最簡單的方法 在很快的時間之內就把錢頂到什麼 沒有讓他們等待 有問題 未來呢我期望能夠透過發放平台的 這樣子的一個機制 遇到像這種天災人禍 需要由政府大量大規模投入 這些呢都可以有一個最基本的一個建設 減省他們在資料呢防閉的問題 無障礙的設計啦 資訊安全啦 各個機關只要使用 就能夠將整個政策呢 直接端出去直接運作 就是希望未來呢能夠達到這樣子的問題 不管是我 或者是我的同仁 或者是我的協力廠商 花了很多的時間 花很多的精力 不管是哭或笑 一兩個月的時間 辦理出來的成果 我想這個都是大家值得驕傲的一件事情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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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